《革命、救命》 嘿 triangle and Joostyn 我是武業 我是一名機械工程師 我的夢想是能創業 接觸不同的人 藏見各種新鮮的事物 小学的时候搬到加拿大去 然后在那边念书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 开始跟周遭开始熟悉之后 很快的迅速就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整间学校的所有同学或者是老师 行政人员 校长 副校长 几乎都认识 我们总共在加拿大待了三年的时间 在加拿大那边的时候玩得太愉快了 因为都是很多户外的活动 我们家的原则就是说 小朋友在18岁之前 他是不可以离开家的 国中一回来之后就很明显感觉到 以考试为主的压力 所以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大概有很多的字他都不认得 只有我去适应环境 不可能让环境为了我而改变 其实是拉得很辛苦 因为像刚开始第一学期的时候 他就考了全班倒数第二名 努力拼啊这样子 然后一年之内把中文重新学好 到最后就考到就是全班第二名 我大四那一年就跑去瑞典交换了一年 我跟他是在瑞典当交换学生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人 他会很负责任的把课上完 然后把project做得很完整 所以在我们旁人看起来 有时候会觉得他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然后为了追求很完美的一个 就是结果这样 国际学生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他们的一些个性上面的差异 就算他们都已经有一个方向 我那时候就会有一种警觉心态说 就是其他国际上这么多人 他们都已经在思考他们的方向了 那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方向 会不会很危险 他会有一阵子蛮 就会觉得说 他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会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我是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从来也没有去思考过说 我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我的定位是什么 我的价值是什么 在他这个年纪 他能够去思考到这边 已经算是相当成熟很不错 我喜欢创新的东西 或者是去尝试 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事情 即便失败了 但是我喜欢那种去尝试去挑战的感觉 所以在鸿海当工程师三个月过后 我就发觉说 这个工作跟我的个性其实不太符合 跟家人提出来 最后就是我说服了他们 所以我就从鸿海离职 我提出食物染监控这个计划 其实跟我的个性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我很安静的时候 我会去观察 最近台湾有很多食安的问题 我去超市采卖的时候呢 有时候也是会站在就是那个走道 然后就一直在烦恼说 到底什么是安全的 什么不安全 食品安全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国际贸易很盛行 就是不只会影响到台湾 然后也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 而且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可以就是帮助到很多人的议题 希望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到七点大学的时候 可以被很多在矽谷的创投公司 或者是企业的高层看见 然后真正来投资我 来执行这个议划 然后可以影响到全世界非常多的人 两个 马上希望说你在参与这个过程当中呢 结果呢并不重要 但是重点是说 你能够认识更宽广的世界 然后能够知道有更多的人是很厉害的 那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这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经验在你的人生旅途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Justin 希望你可以保持你的个人特质 不要受到外在压力的影响 这样你去美国就一定没有问题哦 加油